欢迎收看自然很简单 我是思考特老师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 八年级国二的自然 就是理化的部分 今天教的是那个第二章 讲的就是认识物质水龙液 还有空气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讲的是那个历届会稿 事题的一些精选 精选题 好我们看那个在那个题目 题目部分我已经有 就在FB已经有播 有放一些包含像是YouTube的社群 FB的网页都有贴上历届题目 同学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再来上课比较适合 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一题 好第一题题目是说 在制作蛋糕时 白色的常会在白色的鲜奶油中 加入些许的色素混合 怎么那么深人的 重来是 制作蛋糕时 常会在白色的鲜奶油中 加入些许的色素混合 使它的颜色变化成增加美观 所以那奶油有颜色的 都是加色素 使用色素 而鲜奶油呢 仍维持原本的性质 那做好的蛋糕呢 需要妥善冷场 以防止鲜奶油腐败变质 关于上述鲜奶油的变色 和鲜奶油的变质 这两种的说明都有变 它说哪个是合理的 哪些哪一个是属于物理变化 哪一个属于化学变化 在鲜奶油加入色素的混合 它虽然有变色 但是这个颜色是因为 使用色素的染色 所以这是属于什么 物理变化 那奶油的变质呢 它是化学变化 所以呢 这边的答案对哦 你说两者都化学 不对哦 两者都不是化学变化 也不对 西他说只有后者是化学变化 后者是变质 对 这个是化学变化 没有错 所以答案选C 那前者这个是物理变化 因为它的变色 是因为色素的染色 这样的染色是属于物理的变化 像是说你把那个墨水 滴到那个清水中 清水就变成那个颜色 被染色的 所以它是个物理变化 不是化学变化 好 我们看到个第二题 第二题它说 下列分别为阿木跟小飞 两人加 李亥亚甲 那乃 共六种元素分类的说明 阿木呢 它是依照常温常压下 元素是否是固态进行分类 固态做分类 这个是李是固态 甲是固态 这个钠 钠是固态 其他这个气质旁都气态 阿木这样分的 那小飞呢 依照是否会跟水反应 并冒泡做分类 所以最终两个人都是把 李贾纳分成同一类 李贾纳都是固态 李贾纳跟水都有反应 亥亚乃是另外一类 亥乃亚都是气态 而且亥乃亚我们都知道 它是属于那个惰性气体 就顿气了 不不喜欢跟人家发生反应的 所以关于两人的分类说明 下列何者正确 他是说 谁是按照物理性质分类 谁是按照化学性质分类的 是否跟水发生反应冒泡的 这个是化学分类 这个常温常压下 观察它是否固态跟气态跟义态 三态变化是物理的 有没有 所以答案就选这个 搞选哪一个呢 答案选的是竹 只有小飞是按照化学性质做分类 那阿牧他是按照物理性质做分类的 好 这是第二题 好 我们看到第三题 他说取适量的某固体物质 放入空茶壶中 盖上茶壶盖 掀开壶嘴 一段小时之后固体消失 转变成气态 固态变气态 然后取取齿茶壶以壶嘴对着燃烧的蜡烛火焰 倒出壶内的气体 他把那个空气倒出来 可以倒出来 可使火焰熄灭 被熄灭了 表示怎么样 他不助燃 那如富途所示 关于置入空茶壶中的固体物质 所发生的现象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好 他在选项哪些 他说A是干冰融化 B说干冰升华 C说冰块融化 珠是冰块的气化 当然就是干冰的升华 因为他是固态变气态 固态变气态 叫做升华 那干冰 他是固态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他本身不助燃 所以那个空气一下来之后 他蜡烛就熄灭了 好 所以答案选的是这个 答案选的是B 好 我们回来到第四题 富途是 为对两块同块 分别进行 甲乙两种操作的示意图 关于这两种操作 造成外观上的改变 是否是化学变化 下列判断何者正确 就是 还有甲乙两个同块 这个同块 他是抽拉成细丝 形状改变 你把它拉成丝 它的成分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是物理变化 对不对 他说呢 加热 让铜表面氧化变成黑色 黑色就是氧化铜了 这就是氧化反应 然后这是化学变化 所以呢 只有乙是化学变化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只有乙操作 是属于化学变化 好 看那个第五题 罗里亚说呢 石海呢 是位于以色列 跟约旦边界的湖泊 因为湖水的蒸发量 大于河水和降雨的补充量 所以石海的盐分浓度 逐渐升高 目前每公升湖水 含有340公克的盐 是一般海水的十倍 而且每公升的湖水 重量高达1.24公斤 然后呢 他说 根据上述的资讯 可得知 目前石海的下列何项资讯 好 那A他说 可以看出来湖水的种质量 看不出来 因为上面没有写 B他说 每年的水蒸发量 上面也看不出来 希腊说 含有盐分的种质量 一样看不出来 是他答案选足了 盐分的重量百分浓度 诶 何谓重量百分浓度 总重量分支融质重 譬如说 他说每公升含有340公克的盐 每公升多重 每公升是1.24公斤重 也就是1240克 所以你要算这个重量百分浓度 把这个总重量放分母 它就是这样写的 它是1240是1公升的总重量 这里面的湖水的含盐量是340克 再乘多少100% 100% 这样就可以抽出来重量百分浓度 所以答案是猪可以 选的就是猪 这是第六题 好 再看那个第七题 目前这边上的是国二的理化第二章 认识物质水龙液跟空气的历界四题精选 好 看第六题 那题干我念一下 他说呢 腹土是小梦以排水及气法 进行两组气体自备的实验示意图 他在实验1跟实验2开始反应后 就立即以管口瓶 收集从橡皮管内冒出的所有气体 通常我们是让他先排气 排一段时间要收比较纯 他立即去收集它 表示他收集的气就不纯 然后呢 先把甲装满 再装乙 那实验2的话呢 先以B的管口瓶先收集 再以钉做收集 所以你会发现 这甲跟乙是乙比较纯 对不对 丙跟丁 丁比较纯 所以甲不纯 丙也不纯 为什么不纯 一开始就把它放进去 那里面有些空气 他都把它收集进来了 他问什么 他问说 这四个管口瓶中的氧气含量的多寡 我们看一下 前面的这个呢 他是把锡盐酸加什么 加大理石 大理石贝壳 它都含有什么 碳酸钙 碳酸钙遇到盐酸是怎么样 会冒出二氧化碳 怎么样 会冒泡泡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会产生CO2 右边这个呢 它是二氧化碳 再加什么 双氧水 双氧水遇到二氧化碳的吹化剂 它会大量的产生什么 氧气O2 对不对 所以它这边讲是收集氧气的浓度的多寡 是吧 多寡关系 所以氧气浓度最高的是丁 这边要写1 对不对 第二高当然就是扁 这边是2 所以它不纯 那也是氧气比较多 那这两个呢 它主要是收集的是二氧化碳 那以可见二氧化碳最多 所以这排号是排最后一个是4的 那甲就是3 所以它说氧气的含量从多到少 应该就是这边 丁丙加仪 丁丙加仪的顺序牌 那答案选的就是猪 这是第六体 这样这个问题 没有 好 再来的话 我们看那个第七体 好 多拉一梦你好 我们先让同学给我打招呼了 今天收直播能比较少 可能时间我稍微提早一下 因为今天有些事情还没处理完 所以我就先上课了 如果说你是有订阅频道 应该都会直播都会收到通知吧 所以同学应该都来得及看了 那来不及看也没关系 其实我们的直播的课程也都还不会下架 所以可以再放一段时间再去看也可以 不能这样讲 这样都没得看直播 好 看那个第七体 第七他说呢 蛋为构成生物体的必要元素之一 就一般的植物而言 下列何者是它获得蛋物质的主要方式 蛋是蛋元素 像我们说土壤瓶瓶的一些捕虫植物 它活在土壤瓶瓶的地方 它就必须要捕捉昆虫 因为昆虫它有蛋白质 蛋白质里面就有蛋元素 蛋堆蛋 蛋白质的蛋 对蛋元素的蛋 蛋堆蛋 所以蛋它是构成生物体的必要元素之一 因为它构成蛋白质 它说怎么样去获得蛋白质 这含氮物质 我们刚好说 捕虫植物它就是因为它去捕捉昆虫 取了蛋白质 一般的植物它是由根部去吸收这个蛋元素 所以我们会说加肥料加蛋肥 就是这个蛋不积淡的蛋 这个蛋 这空气这个蛋 这蛋肥 它才会让植物会生长的比较好 所以答案是利用根部来吸收含氮的物质 所以答案选的是C 这是第七体 好看那个第八体 那第八体呢 它说 这题杆很多 题杆的字很多 我们看一下 它说水中含有高浓度的钙离子跟美离子石 加热之后会产生锅垢 什么叫锅垢 就是像我们的热水瓶 旁边的白白的垢 它所谓的这些钙离子 美离子 这些东西的一种 合成的东西 会导致锅乳装置故障 因为它会结构 它就会故障 这些钙离子 美离子也会和肥皂发生反应 使得肥皂不容易起泡泡 你说你在肥皂遇到这种矿物质很多的情况下 它是很难洗出泡泡的 小什么 这个字被挡到了 小叶 小叶它以肥皂水检验数种水质 想知道哪一种水含有较高浓度的钙离子和美离子 它的步骤如下 第一个它说 它先配置一个饱和的肥皂水200毫升 200毫升的肥皂水 第二个 在干净的饰管中装入10毫升的自然水 好再来 以滴管将肥皂滴入步骤二 以滴管将肥皂水滴到步骤二 也就是说 它把这个饱和肥皂水滴到自然水中 那边滴边用力摇晃 摇晃要干嘛 它一朝摇晃都可以看到肥皂泡泡为止 就是去观察一下到底滴了几滴 那代表说 你滴的越少滴有泡泡的 它的矿物质比较少 你滴到很多滴的有泡泡的 这矿物质就很多 因为它刚好说 钙镁离子会让肥皂不容易起泡 重复二到三的步骤 然后测定三次取平均值 将步骤二的自然水再改为蒸溜水 改为逆渗透水 改为白开水 分别再进行步骤三跟四 就是重复这个动作 就是后来又换成蒸溜水再试一次 蒸溜水先装进来之后 然后逐次滴肥皂水 然后去摇摇给它起泡 对不对 还有就是白开水还有像逆渗透水 都去给它试一遍 好试完之后它表格变这样子 然后发现它的自来水 滴了35滴 就滴了肥皂水滴很多 蒸溜水滴2滴就起泡了 逆渗透水滴3滴起泡 白开水滴30滴会起泡 所以自来水的矿物质还蛮高的 照这样看的话 A它说表中的平均滴数越高 表示池中水的钙离子 美离子浓度越低 错 你滴的越多表示需要更多肥皂水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的钙美离子的浓度比较高 所以A叮倒奖了 B它说 有表中数据推测 白开水比蒸溜水 更容易在锅炉中产生锅垢 白开水比蒸溜水 你看白开水30滴 蒸溜水2滴 30滴什么意思 它的矿物质浓度会比它高很多 才需要那么多肥皂水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说法 那B就对了 答案选择是B 好 那C诸为什么错 由表中数据推测 逆渗透水中的钙离子 美离子浓度大于自来水 逆渗透是3滴 自来水那么多滴 35滴 怎么会对 当然不对 那越多滴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肥皂水越多 表示钙美离子浓度越大 所以那C不对 俗话说步骤3逐滴滴入肥皂水时 试管中的钙离子 美离子浓度会逐渐的增加 错会减少 你滴肥皂水 让它跟它发生反应 所以钙美离子浓度会变低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B 这个是B正确的 这是第8题 好 多拉雁梦生日快乐 他说他今天生日 真巧 第9题 我刚刚有写字吗 没有写 看第9题 他说取10克 混有铁粉活性碳食盐 三种物质的粉末 加入装在100毫升的 纯水烧杯中 充分搅拌后 依序进行下列实验步骤 第一步 以氯子过滤杯中的液体 收集到无色澄清的氯液 所以步骤一路过滤了 把谁过滤掉了 应该是活性碳 铁粉 不溶解了就过滤掉 再来 取两碳棒插入尺杯绿叶中 进阶上导线跟灯泡 电池组串联 发现灯泡会发亮 为什么发亮 因为食盐是电结枝 对不对 好 那是他说 以滴管吸取绿叶 低于蒸发敏 那就食盐水滴在上面 是他说 加热使蒸发敏得水蒸发 结果发现白色固体 确定是食盐没有错 这个是食盐 他说得之为食盐 那以上的食盐无法证明哪一项的叙述呢 他说 食盐的废点比水高 有没有办法证明他 这边的食盐 有嘛 因为食盐的废点高 所以水会先蒸发 食盐就厚 厚就会流下来 那懂意思吗 如果今天食盐的废点比水低 那食盐就蒸发了 所以他将A是讲对的 那B他说 混合物可尝试使用过滤法分离 是可以啊 像我们就是用滤子嘛 就是去分离它 这就是混合物嘛 铁粉活性碳 食盐混在消混合物 所以用这种过滤方式分离是可以的 那西他说 死盃无色澄清绿叶中含有电解石 所以才会导电 那猪他说 铁粉的溶解度比活性碳的溶解度还要好 这边是不是看不出来 不要看不出来 所以跟他没关系 答案选择就是猪 那这是第九题 好我们看那个第十题 在四支装有50度吸水的饰管中 分别加入硝酸钾并搅拌均匀 以致50度吸时 饱和硝酸钾水溶液的重量 百分浓度为47% 共有几支饰管中有未溶解的硝酸钾 这题就开始有水准了 然后来我们说后他这边有50度吸时 你看这边给什么 他给的是溶解度 有没有溶解度 在某个温度下 他达到饱和的这个叙述 就称之为溶解度 而上又讲的不干脆 他说50度吸时饱和硝酸钾的水溶液 重量百分浓度为47% 这47%可以看为多少 这个100%指的就是总重量 就是水再加上硝酸钾加在一起的 所以总重量放在分母 47指的是硝酸钾的部分 如果今天看溶解度不能这样看 溶解度它是说在每100克的水中 可以溶解多少的硝酸钾 这个不是这个是重量百分浓度 只要是超过它就是饱和 对不对 他说共有几只饰管中有未溶解的硝酸钾 代表说我们要找那个饱和的 因为已经饱和之后 它没办法溶解 就会变成会有未溶解的硝酸钾 这个是A选项 它是5克的水配4克的硝酸钾 所以它的重量百分浓度怎么求 总重量放在分母 分母放多少 5加4 5加4答案是9 对不对 然后分子要放什么 被溶解的硝酸钾 只有4克 9分之4 这个我们给它稍微概算 因为没办法给它变到100 不然变99也可以 给它上它乘以11倍 对 它乘11之后变什么 变成99分之44 你跟这个做比较 是不是还没有饱和 应该是没有饱和吧 对 47%是饱和的 99分之44 那应该是没有饱和 那还差一些些 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饱和 所以它就溶解光了 没有剩 这个呢 它的总重量呢 5加6 5加6是11 分之被溶解的只有6克 所以分之6 一样我们把分母变99 它是99分之9654 54怎么样 超过47很多力 所以这个肯定是饱和 不但是饱和 所以它会有一些没有溶解的跑下来就沉淀了 所以这个会有沉淀哦 有沉淀 这个有 再下一个 好下一个呢 它的总重量是10加8 18 18放在分母 那分子呢 放的就是被溶解的双三甲 是8克 18分之8 约分以下 又二约分 9分之4 一样给它上下成11好了 求9分之44 这个浓度跟第一个是一样的 都是9分之44 而且这个稍微做比较 我们认为应该是 它是没有饱和的 被溶解光的 剩这一个 总重量哦 10加10 20 20分之10 然后呢 把它乘烧5倍就好了 5倍是50% 对吧 50%跟它做比较 是不是这个已经浓度过高了 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 超过什么意思 超过就是它不会溶解到这样子 它一定会有些残留的留下来 它有些没有被溶解的 因为它已经饱和是这一个嘛 这已经超过了 所以会溶解的只有这两根四管会溶解 它问什么 它问有几根四管会有未溶解的烧山甲 那答案选的就是2 就是这两根分别都是有一些烧山甲没有被溶解 然后因为它已经饱和了 好那以上呢 这边讲的是1到10题 因为我的简报则做到第10题 后面来不及做 就要上课了 所以我们下面的课程就留到下一次 再来做说明 好那我们就今天上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